南宋年间,林安芙有位姓张的寡妇,她终年丧妇,孤身一人将儿子抚养成人,日子过得是异常艰辛,张寡妇家的日子虽说过得很是拮据,但她却是个心善之人,遇到谁家有个难处,她总是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,对待乡亲们如此,对待过路的乞丐道士和尚等人也是如此, 只要他们上门,张寡妇断然不会让他们落空,即使自己饿着肚子,也总会给他们一些帮助,张寡妇年以四旬,丈夫死后,为了不让儿子受了委屈,她便没有再嫁,年轻时的她为儿子的成长发愁。 现如今,儿子都已长大成人,张寡妇却依旧整天愁眉紧锁,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讲述过去的故事,唤醒陈峰的记忆。 原因无她,只因儿子已到成家年龄,却至今尚未婚配,说到底就是因为她家太穷。 好在儿子还算听话孝顺,小小年纪便外出打工,赚得一些微薄收入,聊以养家。 这年冬天,儿子在外地干活,家里便只剩下了张寡妇一个人。 听着外面呼呼的风声,张寡妇不由得替远方的儿子担忧了起来。 就在这时,她家门口忽然间响起了一阵说话声。 听声音还不止一个人。 深更半夜的谁在外面说话,怀着疑惑的心情。 张寡妇便走出了屋子。 待在屋子里还不算太冷,刚出屋子,张寡妇便觉一阵寒一袭来, 哆哆嗦嗦地来到门口打开门后, 却见几个邻居正围在她家门口的草垛跟前,指指点点。 陈大哥,出什么事了? 张寡妇对见其中一个中年男子问道。 听有人叫他,那位姓陈的男子, 连忙转身看了过去,见说话之人正是张寡妇。 她便笑着说道,是张家嫂子呀。 我回家路过的时候,听见草垛里面有声响。 我还以为是只猫呢,就没太在意。 谁料刚离开,就听到有人在草垛里面呻吟。 我扒开草垛一看,原来是个和尚。 和尚,她怎么会在草垛里怀着疑惑的心情? 张寡妇连忙往跟前凑了凑,果不其然,还真是个和尚。 却见那和尚脸如黑炭,头戴一顶破帽,身穿一件打满了补丁分不清颜色的破烂纳衣。 脚穿一双可见到脚趾的破草鞋,右手中拿着一把只剩下骨架的破烂扇子。 离着她上有一段距离,一股刺鼻的臭味便扑鼻而来。 看到和尚这般模样。 张寡妇瞬间就起了怜悯之心,连忙就要上前将和尚扶起来。 她嫂子,你这是干啥?另一个看热闹的乡亲说道。 张寡妇叹了口气说道,刘婶,我刚才摸了一下,这和尚还有口气,要是将她独自一人留在这里,估计到了晚上就冻死了。 不管她是谁,总归是条命呀,我将她扶到屋里,暖和暖和。 听张寡妇这样说,那陈姓男子连忙说道, 张嫂,你一个寡妇,儿子又不在跟前,你将她就回家中,这传出去可不好听呀。 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? 我一个快要死的老婆子了,还能怎样?与名声相比,还是命重要呀。 张寡妇说道,围观的那几个人见张寡妇,执意要将和尚就回家中,便纷纷劝起了她。 有的说,婶子,我看你还是算了吧,这和尚来路不明,你孤身一人,要是惹上其他事情可就不好说了,我劝你还是算了吧。 还有的说,张家媳妇,你人善良不错,可这人心难测,你没听到林庄发生的事情吗? 有人倒在路边,好心人将她救起,谁想到那被救之人,却反咬一口,说是救她的人将她撞倒了。 好心救人不但没落个好,反而还赔了人家一大笔钱,哎,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。 要说众相林也是好意,生怕张寡妇因为救人而给自己惹上麻烦,但张寡妇却淡然一笑,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,但她毕竟是条命,我不能见死不救,至于以后的事情吗? 随她去吧,说吧,张寡妇便将和尚扶到了屋中。 见丈夫执意如此,人们也就没有再劝,随即各自回到了家中。 将和尚扶到屋中之后,张寡妇先让她靠在了火炉跟前,稍微烤了一会火之后,和尚的脸色这才渐渐地缓了过来。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,和尚醒了过来。 见和尚醒了,张寡妇连忙给她喂了口热水,待和尚喝了几口热水后,张寡妇又给她拿了几块黑面窝头。 大师,我家没有别的,只剩这几块窝窝头了,你将就这吃点吧。 和尚接过窝头,并没有立即吃下,而是面带感动地说道, 施主,这怕是你明天一天的口粮了吧,我要是吃了,你明天吃啥,不会饿肚子吧。 张寡妇笑着说道,家里还有呢,你快吃吧,我不吃窝头饿不死, 可你就不一样了。 其实,张寡妇家里也没粮食吃了。 她已经有好多天只吃一顿饭了,不过,好在她儿子也快回来了, 再人几天,她就不用饿肚子了。 但和尚依旧没有将窝头吃下,而是和她闲聊了起来。 施主,刚才那些人的说话我都听到了,你为何不听他们劝要将我救进家门,这不是自讨苦吃吗? 张寡妇笑着说道,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,还有什么可怕的,与我吃点苦头相比,还是一条命重要啊。 这些年来,你就救过的人怕是不少了吧,那你还记得你曾经救过多少人吗? 我记那些干什么,人生在世,谁还没能有个难处呢? 再说了,一碗水一个窝头,又能值几个钱。 听张寡妇这样说,和尚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意。 旁人和我说起,你的时候我还不信,现在看来,果然是名副其实呀,施主。 不瞒你说,和尚我倒是有几分神通,你要有什么愿望,可尽管说来,或许我能帮你一二呢。 听和尚这样说,张寡妇不由得笑了,你这和尚,我救你纯粹是出于本心,压根就没想到要你报答,不就是一口水吗? 你也用不着往心里去,我一个快要入土的老婆子了。 还有什么奢望?只盼我儿能娶到个媳妇,就心满意足了。 可你也看到了,这家中一贫如洗,哎,说到此处,张寡妇不由得抹起了眼泪。 施主,这样吧,明天夜里你不要关门,到时候,你的儿媳妇就会主动送上门来。 说完,和尚便走出了屋子,大师,你的身子骨还没缓过进来呢,这冰天雪地的你往哪里去? 见和尚出门而去,张寡妇生怕她半夜里冻死,随即一边冲着她喊,一边紧追了出去。 可令张寡妇大感意外的是,等她追出去之后,那和尚早已不见了踪影。 将和尚救回来时,雪还下得很小,可此时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。 但张寡妇找了半天,也没有在地上看到一个脚印。 和尚究竟是何方神圣,张寡妇是百思不得其解。 转眼间,三天已过。 这天夜里,张寡妇按照和尚的吩咐将院门打开。 就在她刚将门打开不久,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进了她的耳朵里。 张寡妇连忙起身查看,尚未等她出门,一个树小的身影就跌跌撞撞地跪倒在了她的面前。 大娘,求求你救救我。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对一张寡妇哭哭啼啼地说道, 姑娘,赶紧起来,有什么话,咱们进屋里说。 张寡妇一边说着,一边将女子掺进了屋子里。 为着女子喝了一碗热水后,张寡妇问道, 姑娘,你别怕,到大娘家里,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,说吧,遇到什么难事了。 原来,那女子名叫徐翠姑,家住离这里二十多里的徐家庄, 她从小就没了爹娘,使叔叔婶婶将她养大成人。 十八岁那年,为了贪图彩礼,徐翠姑的叔叔将她许配给了一位姓涅的大户人家。 据说,徐翠姑要嫁的人是聂家的二公子,他自幼体弱多病。 不久前,又得了劳病,药食无医,眼见这出气多尽其少,聂老爷心中悲痛,于是便想找个女孩子给自己的儿子冲洗。 找算命先生算了命,这十里八乡的,说来也巧了,徐翠姑是唯一八字相扶的,既然有钱可赚,叔叔婶婶哪会顾及翠姑的幸福,于是就答应了这门亲事。 徐翠姑本来不愿意这门婚事,但她一心想要报答叔叔婶婶的养育之恩,于是便违心答应了下来。 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,就在她嫁过去的当天,两口子尚未拜天地,那聂公子就一命无呼。 因为没有拜天地,聂园外就将徐翠姑送了回来,并且还将彩礼全部要了回去。 原本想着靠嫁女发上一笔小财,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结果,叔婶两口子顿时恼羞成怒,于是就将翠姑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,时时刻刻折磨于她。 可怜翠姑为了活命,只好忍了下来。 就在不久前,邻村的张屠夫刚刚死了老婆,便有人给她介绍起了徐翠姑。 叔婶恨不得早点将翠姑嫁出去,于是就在收下聘礼后的当天,就将翠姑送了出去。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就在翠姑嫁给屠夫的当天夜里,那屠夫因为高兴,竟然喝酒喝死了。 尚未入洞房,翠姑又成了寡妇。 公婆见她是个丧门星,等将儿子的婚事办完之后,便将翠姑赶了出来。 离开婆家之后,因为怕再次遭到舒审的责骂,翠姑不敢再回到家中,只好四处流浪了起来。 就在不久前,翠姑在破庙里遇到了一位和尚,那和尚见她十分可怜, 便告诉她说,要她一直沿着这条路往前走,遇到谁家开着门,就进里面求救。 这一路走来,因为暑酒寒天,家家户户都闭着门。 唯独张寡妇家院门打开,翠姑便走了进来。 听了翠姑的遭遇,张寡妇很是同情。 姑娘,你要是不嫌弃的话,就先在我家住下吧。 你放心,来到这里,有大娘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。 后面的结局,或许你已经猜到了。 不久之后,翠姑便嫁给了张寡妇的儿子,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来。 而那位和尚后来再也没有出现,有人曾经在灵隐寺一带见过这位和尚。 传闻,他不喜念经,嗜好酒肉,衣衫蓝履,扶尘示警,长行就死扶弱之事。